你看看 怎麼又跑到這個方向來了 你這麼多天沒打 直播間 記得記得 再不回來了嗎 真的是 行 停出來 神采奕奕奕 終於放了 放了個長假零零 開心得很 嗯 開心 是看著精神多了 還了點血啊 快來個開鍋提醒 打開鍋 餵毛啊 別處女母餵啊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010的直播间 久违了 久违了观众朋友们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我们过了多少个秋天了 过了多少个季节了 圣塔加强有用 但是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打暗夜的作用最小 打兽子U1的作用会大一些 然后最大的作用 其实是用来提压别人 感谢主天长哥的办卡 剪了个头发 是不是精神了很多 剪了头发刮了胡子 就变成了精神小伙 没有抽 我想想抽膜多了 吸膜塔 吸英雄的魔量 从12点变成了18点 不过也没人那么蠢 会给你抽了 TR的战术变强了 TR的时候很多时候 音箱要顶着拆塔 你还知道回来 回来了回来了 挂机支持一下 感谢主天长哥 建造时间没变短 感谢问题出在哪里呢 送到大器 我也要送 打兽子U2更好用 感谢问题出在哪里呢 送到半卡 打暗夜因为你在造塔之前 你就已经崩了 打兽子U2倒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崩 所以打兽子U2反而更有用 打暗夜反而没啥用 总的来讲暴雪现在都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他就改着玩嘛 分析新补丁啊没人分析呢我可以分析啊 那哪有七点分析呢 就是大家可能想听听你的看法 就是听完别人的也想听听你的应该是 主要是上个版本我是预言家 他们 还以为零零的直播间要送给艾丽丝了呢 艾丽丝二台 晚上好兄弟们晚上好 感谢迷人的危险送到赞 潮潮爪子是不是加湿 没爪子 可以吧 零零零这个精神状态还不错 论发型和胡子的重要性 晚上好 晚上好 艾丽丝 没有艾丽丝以为 就是我们出去七天就回来了 然后他就也预定了我们回来之后出行的计划 没想到我们回来之后 没法播特豆杯 然后他已经出去了 他以为我能播特豆杯 对 我想了想还是不播了 因为毕竟是艾丽丝参加 我如果播的话 不太好 我播的话不大好 到后面别的人要说学我的 然后开始什么 哎呀其他人参加我播一样的 那就不大好 没有胖啊 没有胖啊 没胖 一点都没 艾丽丝留了休息一天的标题 结果直接 这怎么还是加酒啊 这是 还没 PTR 哦 还没改呢 没有时装啊 想啥呢 他以为已经改了 没有 零零比之前瘦了一点点 他现在体重是 呃 主打一个 缓慢下降 让身体慢慢适应 新的代谢率 然后不像之前 反弹的那么快 感谢大家的银光棒 还有各种礼物 回来了 回来了 这几天 大家放假 零一零不放假 我们已经凑风出行了一波 有没有这个时间 堵在路上 堵在高速上 或者是堵在停车场 在看直播的小伙伴 我今天路过顺德的那些 非常火爆的景点的时候 都都都都都很感叹 还好我们有机会 可以错峰出行 这大学卡住了 捡不到啊 去 杀了大吉 哎 坏啊你 哇 这个大膜吧 你剪的是大膜 是不是 是啊 哎 好气啊 转手就来拆人家地洞吗 五一这几天 顺德这边 但凡是数的上号的 吃的也好 玩的地方也好 全是人满为患 真的想体验一下顺德美食的建议 还是周六周日来吧 这个五一黄金周实在是太多人了 去挤一挤 能收好几斤 不着水人吗 西滴啊 怎么那么快啊 真的憋了好幾年 三年了 真的是 不过最近大家出行啊 还是要注意自我防护 像这种人流密度特别大的地方 还是戴戴口罩的好 现在这新冠病例报道的少 但是不等于没有啊 大家还是要自己注意防护啊 是的那边有个宝没捡 捡了吗 没捡 他要这个timing练这个实验室 应该是 这不是什么重要的 市场不是实验室 这是市场 看错了 有无敌 这不是第二波都来了吗 我听说新冠 反正要像第一次一样小心啊 哦你居然在用随机打新手村 新晒季了 说啊他24号回 对不起了兄弟们 其实回来之后 是回来只是没播而已 因为零零没参加特豆杯嘛 所以他如果播的话 是有那个三分钟延迟的 昨天长歌的办卡 问题出在哪里的办卡 延迟三分钟播就没有必要了 其实零零这个月的时长 已经完成了 所以就浪费啦 飞起来啦 该歇也歇啦 是的难得零零歇了这么久 放假不容易 我感觉可能最羡慕你的 是飞飞和英斐 还好吧 他们也可以休息 他们没休 要赚钱 那自然就不休息了 肯定很羡慕你 敢休这么长时间 我们去了三亚 坐的火车去的三亚 体验了一把高级软卧 还挺好玩的 高级软卧 一个小单间 上下铺两个人 有个沙发 有个小茶几 独立卫生间 还挺爽的 我挺喜欢的呀 就是时间有点长 从 感谢好吧 再菜包的办卡 哎呦 感谢菜包的办卡 菜包 菜包是不是响零零了 好久没看见零零了 你们现在还打2b2吗 我想知道 打变晒了好多 论发型和胡子的重要性 感谢楚天的大气 计算用品是什么 没有 没有的 我们去之前 我们群里面的有水友 特意提醒了 不要让他在亚洲区 发现我和零零的视频 那当然非常的 小心 没有 之前跟爱丽丝说的 就是我们一个星期之后 回来播 然后呢 就 偷偷背延迟三分钟 就不播也就算了 只是 有点懒 怪我 没改标题 应该改一下标题 让大家知道的 我的罐 少了一半人吧 菜包 你们现在22在哪 在哪个平台啊 211平台吧 在11还是亚福啊 哦 11 是 以前的版本 又没有宽屏补丁 哎 突然想起来 这 就哪怕想办一个22的比赛 这平台也是个问题 现在这欧福 像 民间高手 像菜包他们 像之前老顽童他们 应该都不玩亚福的 主要是亚福还要再重新买一次游戏 就好坑 还是要走 etts Fernando 单 o 员 轟 裹 到 Pro от 老顽童直接不玩了 太可惜了真的 被暴雪 气得不玩了 就跟我一样 我是暗黑铁粉来的 但是暗黑四我就是不买 我就是不想买 真的不想买 我到时候就看其他主播玩 算了我不玩了 那么贵不说 真的别说你们天天玩的了 就是我这种不玩的 都不想给暴雪花钱 感谢同来望月人 安再送的大气 感谢兄弟们的银光棒 还有各种礼物 我就等着当观众了 看其他主播玩暗黑就得了 我估计到时候 Nozum应该会玩的吧 看Nozum玩就行了 暗黑四 我感觉他的玩法跟那个 暗黑不朽 跟不朽 那个手游啊 网易和暴雪一起出的 暗黑不朽 有点像 就是我之前玩 体验版的时候 给我整体感觉就是 暗黑不朽 Nozum 是 Nozum No No 蟑螂舞鸡 蟑螂舞鸡 是不是好久都没有跳舞了 风暴之门 风暴之门不是暴雪的游戏啊 是冰霜巨人啊 是暴雪之前 一批元老自己做的工作室嘛 他们做的这个 到时候有测试版肯定玩啊 诶 怎么就 退了 玩不了了呀 刚刚那狼跟骷髅书 早就把他打爆了 感谢轻敌的一心崛起 感谢陈辰爸爸 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咋叫分区喇叭 四十集之后 呃 每个月都可以领分区喇叭 就是在魔兽争霸区 他发的这一条 就是都可以看到 零一新是加油 伤肺炎身份子 现在他的体重管理就是慢慢瘦下来 一个月瘦个五斤左右这样吧 慢慢瘦下来 然后让身体逐渐适应这个新的代谢率 就不会反弹的那么厉害 好久不见 说话的是智能弹幕助手 普通话补丁阿尔发目 还没有习惯补丁存在的小伙伴 一定是新司机 赶紧点一波关注 经常来看零一零直播 相思病 零一零这个体重基数很大 所以他一个月瘦五斤并不难 因为上个月就是这样瘦下来的 主要从吃的上面控制 饮食控制是很主要的 然后配合上一点点有氧 就可以了 出去玩的太爽了 是的 谈笑间没有卡住 哎呀人都礼物来了 哎呦 感谢低调有华丽的陈墨 送的两架大飞机 感谢低调有华丽的陈墨 的两架大飞机 老板财大气出 感谢陈墨大哥的双飞 老板好久不见是不是顺势想念 那一定是的啦 之前零一零稍微度了个假 难得让他放了这么长时间的假 整个人看着精神了许多 感谢大家的大气 感谢陈墨大哥 这个月直播任务已经完成了 所以才出去浪的 怎么调魔兽的最高帧数 这个 呃你在那个 暴雪的边 你要在战网上游戏设置里面调 他有一个最高 呃最低和最高帧数 你把它都拉到顶 就是300帧 我想想他好像是默认60还是30来着 你可以自己调一下 感谢木头人 对零一零的爱 持之以恒的爱 旅游没有带猫咪 因为我爸妈可以在家里帮忙 照顾一下 哦他说一一平台嘛 一一平台帧数那 那就没办法了 受制于版本 像嗯 平时他们比赛 还有主播打天梯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在亚服 就是暴雪的亚服 那个是最新版本 所以他的帧数自然也高一些 以后争取每个月都能出去浪几天 是的 比起赚钱 零一零现在更需要的是 剧命 魔兽的欧服 首先你要下载一个战网的国际服 注册一个亚服账号 然后重新购买重制版 再下载一个W3C的插件就可以了 你怎么又去医院了 成成爸爸 那通风是不是又美好 现在打魔兽 如果新最新版的话 你最好还是独立显卡 以前老版本可以不用独立显卡 礼物带颤音说明我的中气不够 发声位置不对 学一下发声 就是声音不稳 抽烟喝酒吃海鲜 那通风能少了吗 把脆皮蛋养护成钛合金蛋 金蛋都不行 金蛋太软 要钛合金的 感谢Napolens的大气 感谢布特洛人的万花筒 感谢大家的各种礼物 网易平台现在玩不了了 今天怎么是代播 主播哪里去了 主播月底来 FFA 可能够呛 因为最近比赛太多了 现在 今天那个情报局不是刚发了五月份的赛事阅历 就是比赛都已经排满了 就大家想看的2v2啊4v4比赛 根本就没有时间插得进去了 剪头挖了 是的 看来直播间痛风的病有不少 你们可以交流一下经验 行等你身体好了再吃 差不多我想想六月份 差不多可以去你们那边玩了 情敌 是吧 你说的六月份比较合适 哦 杨梅 来吧 让我吃到吐 让我吃到吐 没粉呐 回来了 回来了 感谢我和小木带着010过日子送的踏青油园 彩色还开了民宿 其实赶州还可以 他家好像旁边是大金山 他结婚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玩过漂流 确实还不错 只是赶州我们去过了兄弟们 你们可以去体验一下真的 夏天去玩一下 彩色泳云他们家那边还可以 主要是吃的东西 他们那边吃的东西有点辣 别的就没啥了 嗯 某音是这样的 到时候TP联赛的时候 他们会作为解说在某音转播比赛 平时的直播只在斗鱼 就是某音那边只有比赛的时候才会开 叫TP联赛才开 别的比赛都不开 对对只有TP联赛的时候 大金山在哪里 大金山是干州哪个地方的 你们可以查一下 就是有漂流的那个 还挺有名的好像 哎感谢低调与华丽的沉默送的又一架飞机 感谢低调与沉默的大哥的大飞机啊 感谢沉默大哥的第三架大飞机 江西啊 是的特别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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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号在左下角 左下角啊 那个TH是大写的 他们俩饿了 一会儿给他们做饭吃 感谢低调与怀烈的沉默 感谢大哥的飞机 卡住了 它先卡出来 不会吧 不会吧 这个辣吧 我感觉长沙四川还有江西辣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前段时间 零一零去三亚了 我们就住那个 那个叫什么 亚龙湾热带雨林公园 阴鱼翅牌子那个是豆腐的活动 零一零前段时间没播这个好像它弄不着了吧 对 《非诚勿扰》电影那个地方 我们之前就去过了 我们之前就去过了 零一零很喜欢 就一直住在那儿 除了出去吃了顿海鲜就没下山 没出林子 感谢海鲜的围沙向零一零送的钻粉飞机 感谢兄弟们的礼物 就是看出来大家真的很想你 零一零 我也想你们了啊 这还坚持煞呢 感谢大家的大气 感谢海鲜的围沙向零一零送的超大玩心 感谢超大玩心和飞机 LSTAR的666 确实算是养病去了 换个地方睡觉 我跟你们说 这个工作环境和家分开 是真的很必要的一件事情 卡住了 我们平时就在家里直播 零一零就在家里工作 真的就脱离不开 这种工作环境的感觉 反而去到三亚换了个地方睡觉 零一零就睡得很好 也不算很好 就是质量要高了很多 我们家毛孩子就在家里 一个在医院 一个在家里 然后岳父岳母来帮忙照顾 感谢安然斯大松的666 省得回来了 下个月4号比赛开始就会播了 到时候 你们可以刷 TP联赛 对 TP联赛期间是 是会作为赛事解说 在某一那边 比赛我本来就没打算播 因为特豆杯 我本来就不播 因为这个月零一零没有参加特豆杯 延迟三分钟的话也没必要了 就是我们出去玩之前 是这个月的直播任务已经完成了的 是不是不敢相信 完成了的 像飞飞和小王他们播的多 就工资自然就多 零一零只是拿了最底下的那个底芯 小王那个哪是绿色的 我看它是有点银色灰 它是不是染了个奶奶灰 它到底有规则啊 它还有规则 有的 就是零零是一定要好好遵守规则的 规则要严格遵守 不然很乌烟瘴气的 都快要洗成黄色的了 是这样的 就是瓢过之后一掉色 就是这样 死绿色什么玩意 你还知道死绿色 你还见过 新赛季零零打的新手村 比赛规则 说的是比赛规则 质量贼什么玩意 去年是随便播 今年不一样 因为去年 去年我们几个也没播特豆杯 今年我们播了 改改规则很正常 要我们参加一下比赛 据说七八月有个大比赛 什么大比赛 我只知道八月份是 TP联赛的第一季的总决赛 那就是我们那个比赛呗 我只知道这个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吗 说不定有呢 肯定没有啊 你怎么知道 万一有呢 别说的那么绝对吧 你们他妈倒是打分身呢 我靠 怎么我们野怪也是有情商的 不 有智商的 听说有个央企赞助的线下 八月份 是吗 可以啊 零零申请去线下解说 我对此抱有怀疑态度啊 TP联赛到时候 蛋塔飞也会在那边开自己的直播间用来转播 就是你们在斗鱿鱼和在某音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内容 然后永云 永云是正常播他的 他该播就播 这都没有区别 小黄说 小黄说有个什么央企赞助的 他都打算停播继续练习造塔了 嗯 这么一说那肯定是假的了 我感觉我还以为有一点点真我一听完这个说法就肯定是假的 不我感觉就是前半句呢还是有些可信的后半句就不太可信了 我看出来了他们俩饿了 哎往哪儿跑 赢个夜赢个夜我就给你们俩做吃的去 来 嘿嘿嘿 别看我看摄像头 你看我干嘛 看前面 你这一副不想营业的样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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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把把你的颜值展现出来 這個左摄像头的 上过来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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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那边 W3C登陆一直loading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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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一零最近没胖 因为这是新赛季 零一零还在新手村 他打的还是定级赛 所以用的是随机 没有开美颜啊 这是我们TB联赛 赞助商巡影摄像头的 这个摄像头 零零现在用的就是这个高清4K的 怎么样效果不错吧 优优加速器 你也可以试一下 大概率可能不行 梯子就是翻墙 上那些平时是404的网站 很帅吗 感谢江夏西风送的办卡 感谢江夏西风的办卡 40是什么玩家 我哪知道 他钓鱼 该站住新赛要比赛吗 站住多少了 我这么多的 是一个玩家 我可以打这个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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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放这个玩家 谢谢大家 玉米应该一直都在博斯威士吧 他们叫你开盘 感谢江夏西风的十张办卡 感谢江夏西风的十张办卡 感谢老板的十张办卡 玉米是不是要单身 希望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我哪知道 那你问我问谁呢 外国选手是多一些 还有我替你们八卦过 玉米就没有和玉米在一起过 就不是你们想的关系 这个我已经替你们八卦过了 很正常啊 都是单身的 都是魔兽圈的 就八卦一下以为他们会在一起 然后我问完之后 玉米就说 哦 我懂了 你也是撮合派的 他以为我也要撮合他 撮合他们 嗯 安生 安生好像比我们稍微小一点 也没有小很多 就是基本上都是同龄人 牙牙是被大毕业的 而且牙牙双学位 他学霸呢 就是总喜欢上学 哎呀 你为什么每次拉那么多 哎呀 你为什么每次拉那么多 感谢大家的荧光棒 现在的微操 半个月没碰过魔兽了 我都微操找了 就是看多了高手的微操 然后再看你的高下立判呢 别闹 强的一逼 嗯 这盘是不是可以追一下9.9 对面开局雪崩了吧 两个精灵把他打回去 我练了两个大点的 而且先知后期很弱 前期捞两个精灵 根本没有意义 捞的不够多 安那道安那道 逼着你看综艺 还要跟他交流感受 那你带他玩游戏啊 也要让他给你交流感受啊 谁啊 然后大龙虾说他的前女友 可能你也这样要求过 然后他就说为什么 然后你跟他说 你要求我这样做 我也要求你这样做 然后你女朋友 前女友来一句 看来你爱我不够多啊 为什么我还要迁就你 然后就变成了前任吧 妈说啥呢 妈听不懂 就是他说他前女友 逼着他看综艺 还要和他交流感受 就相当于我非要拉着你一起逛街 还要每一件都问你好不好看 然后光说好看还不行 我们的战型 也就在下令 我们的战型 也就在下令 我们的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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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要弄死我这两个人战型 那你弄吧 我们的战型 哎 围住了 你不会以为你打得过我吧 老哥 甚至钻进去 接着再弹两把 美国会的战型 一直在弹20个人战型 美国会的战型 我们的战型 一直在弹20个人战型 还记得到 我们的战型 也就在战型 我们的战型 然后我们的战型 我们的战型 但是我们的战型 我们的战型 再看待完了 零一零 去休养了一波 难得的零一零 放了一个长假 中文字幕提供 某音那边呢 是转播TP连赛用的 到时候TP连赛的时候 会在某音 作为比赛的解说 在那边转播 平时日常直播 都是只有在斗鱼的 在某音设计可乃乃 在某音设计可乃乃 他就还坚持上来啊 他就还坚持上来啊 阿灵打happy 那我过去消灭他 看一看 你别被人家消灭了 这波一过去他就死了呀 三本打二本 怎么还骂我菜鸡呢 这个人怎么回事 输给我还骂我 这个屌人我靠 三字服务了 怎么打不过就骂 我还白输给你了 今天没比赛 512号的时候有 1号3号都没比赛 不知道听说是120打happy 瞅瞅 虚一下啊 天梯无限看好happy啊 反正先开个120和对面的竞猜 总不会测 感谢大家的荧光棒 召唤完毕 我们的部队遭到了攻击 是happy吗 真的 我是给他们做吃的了 好坏 哼 胖啊 你多久没来看我了 讲道理我应该瘦了才对 如果你很久没来看我 那我是胖 如果你是最近没来看我 那我是瘦了 多久没来上班 十来天吧 不还好吗 这多久没有放长架子 讲道理 我都忘了上一次放长架子 啥时候 去旅游 去哪里旅游呢 上一次 Long time ago 想我想的睡不着的觉 哎呦 你还是把这种话 留给妹子听吧 心情是变好了啊 不放假才才 放了假才发现过 他妈太怀念 以前读书时候 那种什么暑假 那种日子 你知道吧 太怀念 长假了 那种暑假的 妹子嫌你打呼 今晚没比赛 二号才有 二号 可以看TED挨揍 预选赛出的TED还有谁 好像也没谁的吧 毕业几十年还怀念 但是怀念放暑假呀 你不要告诉我 你不怀念放暑假 我不是怀念毒素 我只是怀念放暑假而已 我只 é 今天大比赛 没有 过得太久返事 哦 哈姨想抢这个大胖子 fill나学 学肯定比上班要简单 不一样的 你读书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事情 到底上班之后 你就会发现 读书的时候也没那么重要 那时候的心态 你会受 你会受环境影响 你会被学校和老师影响你 收购爆血 啥进展我也不知道 换一下换一下 七级胖子 不知道诶 讲道理 不知道 你平时也搞不到七级胖子 没有那种雇佣兵买 诶 他不会要掉了吧 他卡了 三千多聘刚刚跳到 卡的不行 英国否决了 那取消收购吗 不会吧 可能还在争取 这也太卡了吧 两千屁不停了 这太难了 打个 你的那一部消息 我是不信的 那一部消息 还能随便说 买股票 他不香吗 这屁不停不下来 两千屁 开始下了 好了 这120没辅导 打不过 测到买个回城 是啥的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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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 又卡了 直接退了 哎 我要是留局吧 这垃圾 垃圾网 我靠 我无法再继续 撒下机密 肯定不可能说出来啊 我说了 你知道这些 你留着炒股不香吗 需要更多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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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西蒙斯 是不是好几个人 在用这个号 怎么会是人族呢 他之前是兽族 然后是随机 然后是暗夜 现在是人族 我感觉他的号 可能是好些人在用 可能两三个韩国人在用 回来了回来了 为什么叫我笨蛋 召唤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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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更多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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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笨蛋 笨蛋啊 笨蛋啊 什么玩意 把笨和笨你都分不清 炎祖魔塔加强没什么卵用的 现在哪有那么菜的人还给你圣塔一直抽啊 塔边倒有点用吧 但是 龙塔好像塔谁呢 兽族应该还是塔不了 塔塔暗夜 一本塔暗夜 然后或者说 二本塔 或者三龙明塔 不知道要试试 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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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k 尽管 此准备 对 거라고 这么拉民兵不像有开矿 我感觉对面已经凉透了 没分矿 1-0都开矿 好像有开 那他为什么能拉民兵呢 开没开到底 没开 你看农兵都在家 那对面打个堆啊 没矿 给了呀 糖尿病 糖尿病跟血糖 不正常 不一样的 糖尿病是他妈永久性的损伤 你血糖不正常 你是可以降下来的 恢复正常 这就是永久性伤害 跟他妹的一次伤害 就两码事 就跟你 就跟你妈的 你身体受伤跟你残疾是一回事吗 那肯定不是一回事啊 我还有运动的呀 我可能比你们很多人都运动得多 1-3-6版本 1-3-6版本 又没更新 几啥 我还以为更新了呢 没更新几啥 在帮1-2-0巨大优势 分框比对面快很多 他现在知道MK三级自己也练三 三级后 再跟对面交锋 这波有点危险 感觉要死了 死一次也是优势 问题不大 死一次400块 没生冰甲 生冰甲能死吗 生冰甲可能死不掉 这波超级伤啊 分框没办法五龙银采钱了 可能还是应该生冰甲 没冰甲 脆脆的 有冰甲 MT只能丢锤 不能A 那会好很多 这波有点崩啊 这波真的有点崩 这波把所有的优势打成 可能烈士的 120这盘的优势是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 现在经济已经没有优势 只剩下科技优势 但是对面赚了好多经验值 MK可能快四级 三级大半 然后对面现在满负荷采钱 120没法满负荷采钱 也就是你看四级了 也就是说现在对面 只是科技落后 但是啥都优势 经济优势 等级优势 120要利用三本那一波科技 打点东西出来 炎竹这种情况下 可能多造点塔比较好 就是科技比较慢的情况下 多造点塔 多造点塔防防防狂狗 防防毁灭 防狂狗就行 毁灭可以靠飞机防 造塔加飞机 你要再慢慢等三本 我没有糖尿病啊 哦 隐身MK 哎呦 炸了炸了 在板 讲道里有点凉啊 上级完成 在板 讲道里有点凉啊 而且首发MK还挺厉害 重修个踩地板 重修个踩地板还有点厉害 不怕你的狗 这首发MK优势可比大法师厉害多了 大法的话 大法需要人口成型 有飞机有骑士 然后配合水人才有点用 单K的话不需要 重修个踩地板就不怕狂狗了 没人的优势 这把地区死成这样 哪来的人优势 这个人族可能是矛黄之类的吧 我感觉西蒙斯的号是好几个人在用 我估计有三个人在用 他随机兽族暗夜加仁族 想我了 好 我也想你们 出天鬼 出天鬼为了三发恐惧抢至空吧 感觉地面打不过了 HAPPY有的时候后期喜欢这么打 三发恐惧 不停的练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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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恐惧练到三 看 海天圣燕是什么 我开拓禁猜了吗 我开的是亚尔灵啊 什么禁 什么HAPPY啊 我靠 海天圣燕不知道啊 哼 妈的UD双矿好有钱啊 在把死了那么多东西还那么有钱 哎哟 这力取的走位 刚刚力取把自己卡了 怎么感觉120比我还久没打魔兽呢 我们的部队都到关城 H H比MK都个光环会跑得快一些 340加34的移速 快34的移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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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惧 有等级又悍 还能打 就这样就狂练级 打tm图的话恐惧会厉害一些 这个图其实很一般 没啥点练了讲道理 练完这都到头了 赛板还是比较凉的 这你这恐惧能练到等级我是不信的 好单吃 飞药到3 那样的话力取到不了5DK也到不了3级 英雄压力巨大 DK有3 那还行 等级还挺合理的恐惧能到3 那虽然死了三四回力取 但是 还是能还手的 恐惧能到3 哇这飞机好多 这天拐不能还手啊 这天拐要下来 一回去就下来 要补点狗 这种情况下 补点狗先地面打着 然后天鬼下去 多的一逼 刚刚这飞机 感觉有两队 24架 感觉有 诶 为什么右边人组没练呢 这好奇怪 这右边能让UD强了 真是神奇 这点不该让UD练的 讲道理 可能是因为他飞机太多了 没什么地面兵 他练不动 飞机 是没有练剂能力的 飞机只能对空 对地不要抠角 这里天鬼打不过 要伏地 要当伏地魔 我 斧风有上限 斧风是斧五个 到三级斧风 应该是斧六个 还是八个 应该是六个 应该是六个 毁灭就一只 死就死了 呗 天鬼 扶地就好了 120开了 那个专业对空的技能了吧 他没开的话 可能天鬼会打在大法师和水人身上 那个技能还是超级关键 必须得开 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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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 突一轮 突一轮 突一轮就是一张群补 天鬼 有专业对空了 下个版本 攻击之爪 削弱是好事啊 攻击之爪削弱 受益者 最大的是DH DH 是最怕攻击之爪的英雄 这样剑圣和力取纳加打他 没那么疼 他的生存力 应该能提高5%左右 还是蛮重要的 Halo 这次的攻击之爪剑圣竹 是超级的 尸体 是超级的 我一年有两天 它是超级的 超级的 是超级的 我一年有两天 可 我一年有两天 人族其实冰不是很多,全是飞机 亚尔灵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捕狗为主 因为这天鬼1,000%打不过 比如说天鬼不是要跟人族决一死战,是要打消耗战 天鬼要伏地的,天鬼要伏地让恐惧波 然后伏地个十来秒再起来 起来打吃群补,然后再拨,然后再伏地 回城伏地,回城伏地,这样慢慢耗 我估计120用不来,这种天鬼他本来就玩得不多 他不懂 不懂天鬼的逻辑在哪 这种情况下胖子狂狗都要补 胖子两三个卡位散播瘟疫 这天鬼有个一对左右就够了 自己把天鬼A了那不需要 这个玩意儿能伏地的 他干啥 不是120本来就不大会用天鬼 没 nadie 我拨打瓶 还是绝了 这上城100多,相互来 描说猪猪 地回城,這波雪傳 哎呀,恐懼DK都死了 飛機可能要走為戰爐 剛剛是戰爐型飛機 被天鬼給滅了,三張裙補 有些操作壓力大,那明顯人族操作壓力大 天鬼還得走A的 這盤120英雄死了7、8回 人族就沒死過英雄 傻屌飛機還是傻逼啊 感覺現在UD真的可以跟人族搶滯空拳 反正搶輸了也不虧 現在天鬼應該是打暗夜和人族最好用的兵 他有個專業對空 打不過伏地 打得過就贏了 哎,勝利網人的半卡 UD雙框太強了,我靠 媽的,這UD能死那麼多次英雄 炎珠前期死一隻MK,估計就早就該該了,我靠 現在無腦堆英雄 現在無腦堆英雄 120要開礦 開礦 開礦之後可以轉旅 轉旅要有綠帽子就贏了 炎珠先用坦克對空 坦克對空 哎呀,坦克對空啊,一言難盡 坦克如果能夠有個五六量對空還真行 這樣道理 然後恐懼 死了 哎,沒死,極限無敵 三輛坦克 咬DK 死了 我這波人就很賺 這坦克比飛機靠主多了 三十輛飛機不如三輛坦克 哈哈哈哈 壓鈴現在沒綠帽子 是還不了手的 他人族那個等級太高太高了 打英雄疼得一逼 對 坦克對空 我以前EV1的時候很早就這麼用 打打UD 有一場經典比賽是打TED的 但是是TM圖 招呼 內盤TED 我操 上來就把我分礦給推了 還是主礦給推了 可能是分礦吧 單礦打單礦 然後後來他開了兩三片礦 上了倒礦 然後我就靠坦克慢慢地開礦 好 媽媽掃 好 還MK大招 還DK DK壓力三大 打恐懼 坦克就推加 沒有東西管坦克啊 加沒了就輸了 嗯 恐懼是一直沒睡 其實應該瘋狂睡 睡大法 睡帕拉丁 睡MK 能睡誰就睡誰 應該一直睡的 恐懼滿魔 因為沒飛機給他播了 恐懼的魔用來睡會比用波 要性價比高一些 就狂睡 能睡個八九發 很厲害 這個睡其實 說我跟你們說 120就不適應用天鬼和三發恐懼 天鬼 目前只有HAPPY能用 這個兵 其實很厲害 天鬼 天鬼這玩意現在 比 比什麼腳印飛機猛多了 他現在是二級睡 他現在是二級睡啊 二級睡 五十磨吧 一級睡好像是六十五磨 能睡個九發左右 九發十發 四百多磨 天鬼加強了移速還有 降了價格 提升了專業對空 三三 加強了三項 比腳印飛機好用 主要是有輔球 有輔球 對地就還可以 沒有很弱對地 剛剛窮死了 帥不怕破法偷 破法是不偷英雄的技能的 圓足聖塔加強沒什麼意義的 最大意義可能是塔 塔安夜 一本塔三龍明塔這種 收不到 掉了 破法不能偷英雄技能 他只能偷招喚物 他不能偷英雄技能 什麼兵甲 羊 羊啊 小歪的羊這些都不能偷 嗯 1.36 圓足的分框好手點 其實變化不大 你現在就看不到 英雄會被聖塔抽摩的 你看到誰這麼菜嗎 還能被聖塔抽摩 抽不到的 結帳了嗎 結了結 新開的 打別人的話 就比較有用 但是你防守的話 根本就抽不到別人的 他也有點用吧 新版本 總體來講 除了獸足被削 整體變化不是很大 這令神的好日子就沒過幾天 呵呵呵 還被暗夜幹了兩回 他好像令神 被羅勒特幹了兩回 是吧 被彩色幹了一回 被羅勒特幹了一回 被羅勒特幹了一回 這還沒拿什麼冠軍 就他媽的 呵呵 水電五哥的辦卡 新版本有PTR 沒有正式感 好 少主為什麼要噓 可能因為我說令神無敵了吧 是不是我的錯 呵呵呵呵呵呵 隱身不能採礦啊 上塔 塔邊還可以 塔塔暗夜呢 新版本出來試一下 一本塔和三龍明塔 暗夜還不錯 別的變化不大 呃 UD的那個狗流 狗的實施增強 可能塔暗夜也有點用 總體來講 新版本 暗夜會更加怕UD和人族塔 受阻有所削弱 變化不大 跟現版本變化不大 可能看最近令打人族打 打HAPPY太強了吧 削一削牙籤 給他增加點難度 呵 你殺牙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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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闆 老闆饗大氣粗 去泰国 是有打算去啊 讲道理 泰国 日本都想去 再说吧 把出国 准备要稍微多一些的了 人生地雾手啊 我靠 语言也没办法那么流畅 很慌的了 你送飞机了吗 没显示啊 真的假的 风俗店 我不知道 你往上翻翻 没有 真的吗 我这里没显示 那感谢一下 上面能看到应该 真的没有 没有 那感谢一下吧 感谢 这是谁啊 用户 2947 294790 感谢294790的大飞机啊 那应该是我这个插件的问题 没显示 你们有箱子就对 感谢老板大飞机老板才大气粗 回来旅游 旅游回来变帅 就是捡那个头 然后可能气色好一些吧 再一次 确确实实的修了 休息了一阵子啊 歇了个假期 哎呀 太不容易了 反正下一趟可能会研究一下怎么去泰国 是想去的 这一波来打科技差 这一波很赚 这一波很赚 优势的这番120 120生着三本来搞HAPPY 这一波能玩一辈子啊 玩不了一辈子 玩一连 好 滴开赌门 可以 Ut内战这张TP没什么卵用 这一波TP性价比极高 极大的拖延了对手的科技 这一波很优势 这一波讲到底 如果是比赛的话 我觉得有个巴尔开 但是这是天梯 天梯我目测六四开吧 你们觉得客观不 我当翻译那不用 其实应该去那也不成什么问题 那也是常年很多 会那个常年华人去旅游的地方 应该不是很难的旅游地点 只不过 出国还是谨慎一些好 对面是HAPPY 好 看到对手来了 所以HAPPY刚刚还想围DK 刚刚DK被中死漏了 HAPPY真是丧心病狂啊 偷偷摸摸地想秒力去 这里骷髅围杀 不救了这个蜘蛛 他觉得被围住不救了 放弃那个蜘蛛了 放弃那个蜘蛛了 其实可以救一下啊 这搞不好骷髅时间到了 六个骷髅的时间是有限的 把大雪逼出来 HAPPY这围杀还是凶残啊 我靠 这波HAPPY很赚 打了个大雪打了个蜘蛛 现在甚至想杀Lich 在该死的围杀 偷偷摸摸杀DK有发NOA 那边也在杀DK NOA不死 NOA只能打105的伤害 还有一发C DK扛不住了 哇换位为杀 牛逼 感觉Lich死了 死了 那边有C的 哈哈哈哈 这波亏到姥姥家了 我靠 这波也是主机优势啊 对面 对面 对面20pin 120 110pin 这波他妈就强围 我靠 围了个大雪 一个Lich 一个蜘蛛 好生气啊 120 哎 DK 哎呀 他咋了刚刚 猫吗 这是 刚刚5秒不动 完了 翻了 对面 他在打猫 真的假的 不要乱说 那不然在干啥呢 我 嗯 我感觉 要不 留 就留局了吧 那不能留局啊 啊 那不能留局啊 杨耳明的天梯 你压他就是有风险 没有没有 其实大家压的都是对面 92 92万压的都是对面 我说了比赛的话 82开啊 天梯就是64开 最多也就是64开 这不可能留局的呀 妈的天梯你敢压 那你就得承担风险 我都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清楚了 我都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清楚了 对面是happy吗 是happy 对面是happy 对面是happy 嗯 打压就要输得起啊 这就是 还好 基本压的都是对面 那肯定 对面 再把很优势的 再把如果是比赛 肯定是82开 哎呀我操 你瞅瞅他的天梯1-6我靠 我丢了一个劳母 他都不是在中师组1-6 天梯吗 又不是分奴 他现在排名是60多 60多排名 然后1-6 这回说120的天梯分虚低 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对呀 我跟你们说虚低的呀 应该明白大家说的是什么意思了吧 狐妖瘸了是吧 天梯渣男爽玩就跑 比赛我基本都没看 这版本也没啥好看 这一次比赛 真的我觉得也就Lorette打令稍微好 好吧 有点看头别的都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他个比赛试试比赛让不知道 有点难了我讲到你 有点难了我讲到你 需要更多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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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不会是雷比的问题 那他打Lorette 福克斯不就被吊打了吗 召唤完毕 安夜总体来讲 比较烦 还UD跟冰塔吧 这几个版本 其实都是 从上个版本 我就告诉你们 那个冰塔就是个毒瘤 解决不了冰塔 别的都还好 说不定哪个版本 冰塔一遭到削弱 安夜就无敌了 暗夜这几个版本 都是属于给UD打工 给120HAPPY打工 给HAPPY打工 打得比较多 然后现在浪漫 有资格给暗夜 稍微打打工 这些武器 打工 一路 一路 �ieur 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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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H很强啊,DH不强吗? DH加强,没什么卵用的 DH改动,也没改动 也就是削了兽族吧 兽族的牙签打人族UD没那么好用 总体来讲 兽族玩家还是比较蛋疼的 这好日子 都没有实际上的享受过 就他妈的就到头了 我说了 有两个大赛冠军 一个是Lin的黄金联赛 那一届就没怎么遭遇过目的 然后一次就是Fly的WCG冠军 欧洲没有人 兽主 如果能打到魔兽比赛 发声音 兽主玩家会比较爽 那个路西芙蓉 打的是帝国 现在还打不打 我都不知道 小KK 林呱呱都赚别的钱了 打比赛又没啥钱了 你哪怕是韩国选手也一样啊 别人虽然打比赛 但是现在 练习量也少了 也开始兼职上班啥的了呀 路西芙现在还打 嗯 试改了半天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暗夜打人族兽族很强 然后 然后EUD打暗夜很强 改了半天 基本近几年都是这个趋势 但是人族日子变好了吧 人族有资格给暗夜打工了 上个版本人族连给暗夜打工的资本都没有 这不现在不是有能力打工了嘛 你看浪漫还是能打个工的呀 这一次不是把120给揍了嘛 这给HAPP打工了呀 对吧 对吧 现在暗夜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冰塔 其实这几个版本都是这个冰塔 就那个毒瘤就解决不了 嗯...DH的耗魔不知道跟原来比有没有增加 他原来...他可能比原来还是少 然后伤害加了很多 而且爪子虚的对于DH来说是最好的消息 DH的生存...起码提高5%吧 我们的部队遭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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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